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8号星期二 李克强马上就要卸任了 李克强带着他老婆好像出访 算是一个最后的毕业典礼 毕业旅游 出去旅游一下 然后回来之后 差不多应该是明年3月份 是不是 李克强就卸任了 然后李强就要上来当总理 然后坊间传闻就比较多 都是说什么 说李克强还是中国唯一一个想搞经济的总理 有李克强制约和抗衡习近平 所以中国经济还行 这个是放屁 李克强从来都没有制约或抗衡过习近平 凡是认为李克强还曾经制约和抗衡过习近平的人 我觉得就缺乏 我不想说难听话 但是最起码缺乏政治逻辑和政治常识 你懂吗 李克强能够到现在没进秦城 主要的问题就是李克强非常的会做人 这10年两个任期 他从来不许跟习近平硬行 硬顶 要不然早就进秦城了 你知道吗 李克强还是非常 作为一个吉祥物来讲 他是非常合格的扮演了他吉祥物的角色 只是一个吉祥物而已 就我说过很多次 李克强就跟个吉祥物一样 知道吗 什么事也没干 所以中国经济港上之下之后 基本上李克强也没有什么功劳 但也没有什么过错 有问题都是习近平 这是肯定的 其实真正国务院 就是说这几年来讲 带行总理之责的 其实一直都是刘鹤 这也是事实 这没什么好说 但是不管怎么着 好像说李强上下之后 就要更加的左 急速的转向 不要搞经济 要搞什么国进民退 要把经济搞砸 搞糟糕 这个事 本来我本来都不想提这个事 就跟习下李尚一样 都不值一提 你知道吗 真的都不值一提 今天跟小伙伴聊天 小伙伴跟我说 说他认识一个人 说是北京的 也不是什么 北京高官的孩子 反正特别了解 特别了解情况 路得特别野 高干子弟 红二代 红三代 然后说这次二十大之后 说他们这些 他了解的这些什么 人大代表 政协代表 这些高级的 这些人员 都开完会 回来之后 都是一件事 都是决定赶快移民 赶快把财产跑 赶快离开中国 赶快逃跑 我在这会儿 我要跟你说 你再想一想 这问题 你再想一想 以我得到的消息 李强现在已经开始 就是说做准备 准备要接班了 因为三代可能就接班 现在已经定了 已经关定 就是他接班了 所以李强 现在已经开始 再做一些找手 做一些准备 建立自己的这种班子 自己的这种想法 以我得到的情况来讲 李强基本上 还是要搞经济的 而且 我已经说过了 中国 不管你相信 不相信 不管中国共产党 说什么 不管他做什么 中国已经进入群体免疫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以我来看 中国的疫情 基本上就在这三两个月 就要结束了 而且 德国总理舒尔茨 去了中国之后 跟中国谈讨了 辉瑞疫苗进中国 当然在德国叫什么 在德国叫什么 BEN的什么来着 BEL 没怎么知道 其实就美国的辉瑞 不是美国的辉瑞 美国辉瑞跟德国 他们一起搞的 不管叫什么名字 在德国可能叫什么 BELTECH 不是在中国叫什么 复兴 什么兴来着 我想不起来了 不知道 都不重要 时间地点人物都不重要 事儿比较重要 好吗 时间地点 你再往上都能查得出来 我跟你讲这事 就是谈妥了 辉瑞进中国 终于进去了 进去之后 但是当然现在说 先是给什么 先给在中国的外国人打 然后 最后德国回去之后 德国和中国之后 互相承认对方的疫苗 德国最后会承认 中国的可能科兴疫苗 就是说在德国承认 然后甚至如果说德国 如果有人想打科兴疫苗的话 也可以打 那么中国 就是说相对应的 就是承认德国的疫苗 也其实就是美国的辉瑞疫苗 但是就德国的名字 Biotech这么大 反正就蹲到玩意儿 承认那个疫苗 那么头一批 先给在中国的外国人打 然后后面可能中国人也可以打 这个什么概念 那就说明中国疫情到头了 你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到头了 今天韩国小伙伴跟我说什么 说是内定了 说是什么12月28号 说提前就要彻底放开 但是无所谓了 现在来讲嘴上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你们就跟当初英国和美国一样 刚开始英国不是说要搞群体免疫吗 后来被骂得太惨了 嘴上他说不搞了 但是其实还是搞的 中国现在也是这样的 其实后面说你搞什么不搞什么 嘴上说什么不重要 已经完了 就群体免疫了 肯定是群体免疫的 就这几个月最多拖到明年过元春节 到清明之前肯定完事 这个完事了之后 中国就开始搞经济 疫情搞了两三年 中国现在全速开始搞外交 整个来讲就是说一个 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大外交时代开始 然后要去沙特 之前我们也说了 跟沙特谈的还是很不错的 可能人民币国际化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中国经济 目前来讲 我个人认为好消息还比较多 当然美国这次公共党上加之后 肯定要跟中国干 但是干也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从川普实际开始干 干到现在之后 能使的招差不多就都使出来了 就是说美国现在对中国 除非就发动打热战 不打热战的话 打冷战也就这意思了 所以我个人来讲 我不认为 未来中国经济会出现大的这种问题 而且打仗的话 最后很有可能就是反共卖台了 最后台湾等于就卖给中国了 中国如果在收购台湾之后 对中国经济其实会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好处和发展 所以总体而言 我跟你说 想起来以前讲一笑话 说北京一哥们 改革开放初期 觉得他的朋友不到下海 下海经商 他觉得你们没出去 在中国玩没意思 也要出国 那时候不是改革开放初期 有一波出国潮 第一波出国潮 然后要去出国 出国之后怎么办 没钱 没钱把他在北京的房子卖了 卖了房子之后 拿着可能卖的房子 卖了20万 拿着20万 出国 出国之后奋斗 白手起家 在国外最后挣了钱 最后变成了千万富翁 然后从海外衣锦还乡 回来北京 让你们看看 爷当年拿了20万 走 现在挣了1000万回来 回来再看 他在北京这套房值3000万 然后他下海经商店的朋友就别提了 别提了 都没法提 下海经商联邦朋友都已经都是防疏防解了 到北京都有10套房 8套房 回来之后都快哭了 所以目前的情况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中国目前经济的话 往下走 我知道海外都跟你说中国经济完蛋了 赶快跑 我现在越来越不这么认为 因为目前美国就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我相对来讲 我反而更看好中国的经济情况 因为我觉得明年美国经济 他要是不衰退 他就是你知道吗 如果不衰退 就要重新量化宽松 但是如果重新量化宽松的话 又是急剧的通货膨胀 所以美国的经济好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经济不好 欧洲经济也好不了 美国是整个西方经济的发动机 只要美国经济不好 他们都跟人完蛋 而且美国只要经济不好 就洗劫他们 洗劫欧洲 洗劫日本 所以我不知道你从中国哪有钱 你要去哪 你要去埃塞俄比亚吗 是不是 所以我严重的怀疑 你现在就是说变卖你的人民币资产 你到国外来 然后过几年之后 你回去之后 你能一锦还江 回江回江回江之后 你很可能你就愣了 你就懵逼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劝你 就是说你再思考一下 就是你移民是可以的 人出来 但你的资产要不要出来 你再看一看 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他后面肯定是要打了 这个仗要打 但这个仗就目前 我看可能很快就结束 我恐怕不会拖太久 打仗之前 你人跑出来 资产不要动 打完仗之后 他那边胜利了 凯旋 然后你再回去一收割 我觉得可能对你更有利一点 从资产上来讲更有利 但是你人可能要出来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你要明白一点 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经济不好 习近平好看吗 不好看 好不容易把李克强轰走了 把都都轰走了 你以前经济搞不好 你还能赖给李克强 赖给谁 赖给这个赖给那个 你现在李强 你上来了之后 自己人上来之后 最后经济搞不好 经济搞不好 最后你赖谁 你不都赖在自己头上吗 对不对 习近平是什么 老三界了 老三界出来搞不好经济 他自己能对 他自己能翻过自己吗 你思考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子的 我要看起来 未来中国经济恐怕是在一个起飞的阶段 而且就是说 这几年已经把中国经济里边很多硬伤挤得差不多了 很多中国的这帮孙子 就是说大量的借人民币资产 借人民币资产到海外投资 卖人民币换美元 然后把美元炒高了之后 再卖一点美元资产 剩下把人民币换 都不都这么搞吗 你看什么安邦的 还有吴小辉 还有什么车锋 什么王健林 其实不都是吗 对不对 还有什么海航 他们都是借人民币资产 然后换美元资产 然后认为人民币要完蛋 赌人民币贬值 然后炒美元 炒完美元之后 中了钱再回来 你看这些东西 现在全被老习办了 还有一个人能这么搞的吗 对不对 这些东西 你看着好像是一个繁荣 它是一个虚假繁荣 你这样子等于就是说 在中国挣的钱 都炒美元去了 就把中国掏空了 等掏空了之后 你再反回手来 你等于自己卖空自己 对不对 而且房地产 很多的问题 对吧 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在里边 现在房地产整了也差不多了 我觉得就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 虽然我知道美国现在在 抑制中国的芯片 但是我觉得不抑制 反正还好 抑制的话 就是说你不断奶 它还依赖你 你断了奶 它也不依赖你了 我觉得 总体上来看 我知道这么说 又要大外宣 但是我个人认为 恐怕未来这几年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 很有可能会超过美国 最起码在未来两年是这样 美国未来两年经济好不了 肯定好不了 所以 反正我在这儿 就是说 呼吁你们 你们再三思 再想一想 好不好 我反正 我觉得李强最后一定会搞经济的 李强一定不会 绝对不会 要把经济搞 经济搞砸的情况 不管怎么着 我也知道 现在整个海外 海外的情况 是这样 你要明白 海外的威们 都是跟移民的 都串通好了的 你知道吗 以来找我们来了 我们在这忽悠说中国完蛋了 忽悠移民 然后再做个广告 介绍我什么移民的 什么这个 然后每移民一个 他就给海外这帮人5万人民币 每介绍一个移民提5万人民币 所以海外就玩命说 中国完蛋了 赶快跑 然后我给你介绍 我这认识 有什么移民的 你知道吗 一次就挣5万 一个人挣5万 一个人挣5万 他一年忽悠100个移民的 就光这都挣多少钱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你看他们也找我 我不愿意跟他们搞 搞这个 就是说因为我经常还是劝你 移民是一个非常艰辛和困苦的事 你没有这种决心的话 是很难移民的 还有你包括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是亿万富豪的话 你当我没说 你懂吗 你知道是亿万富豪的 因为我跟你说 我这来了之后 一千万美国买了房子 对不对 他老婆天天就在那去 炫耀今天买了爱马仕 明天买了LV的 那你想怎么移 怎么移 亿万富豪没有国籍 你知道吗 你去哪都行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就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了 你像我老婆认识的远房子 那个表亲戚 不知道是那表好几层的亲戚 跟我听我老婆在美国 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那来的时候 也要来美国 对不对 然后在大学交电器 我说那交电器 肯定来要当电工 我怎么能电工呢 我怎么能做那种工作呢 我的学生 我教的学 我大学教这个 我的学生们 如果我出来之后 就刚刚电工 我都瞧不起他 对不对 你一个屁 老老师在家待着 不要移 你知道吗 不要移 然后后来他知道 他老婆是医生 是不是 他老婆是医生 问我老婆 就出来之后 能不能当医生 能当医生 怎么不能当医生 来了之后 在美国 接着重新学 美国有医学院 然后当实习医生 一定要这样熬 这种肯定能熬出来 对不对 我在这 我们拉斯加斯有一个 当年在北京当医生 后来来了美国 从读美国的医学院 整个从来 现在还是开了 开了这个诊所 现在当家庭医生 北京的移民 整个从走一半 人家都能走出来 你能走出来吗 他说他不行 他老婆不会讲英文 我就觉得 你说就这个人 你说出来疑什么 我不知道 你要疑什么 我劝他别移民 然后他还觉得 好像我那个不好一样 对不对 说中国都这样 你还劝我别移民 兄弟你出来 你想当个电工 你都不愿意当 你老婆 你恨不得你老婆出来 接着当医生 他老婆那意思 要出来能接着当医生 他老婆就愿意出来 要不然他老婆就不愿意出来 你说就这个 你也就给我 你就给我 我是良心发现 我劝你别移民 你要给另外的 就海外这些大人 肯定跟你说 卖房子 妈移民赶快移 对不对 移完之后 他先落弯 人家闭 割手里 你出来之后 你到这儿 你抱着你媳妇哭吧 我估计你媳妇搞不好 就跟你离婚 你看你来了 就这种见多 来的时候媳妇离婚 离婚 让妈媳妇回去了 你知道吗 媳妇进 就医学院 读两年就回去 就美国的医学院 你去读个试 你看过那实习医生 隔雷吗 那是个好毒的 淘汰率多高 美国的医学院 美国的实习医生 淘汰率 真的快赶上 哈佛毕业生了 你知道吗 美国的医生 是好当的 对 你要能当医生 那行了 对不对 那医生 你看 凡是有处方权的医生 哪个 我跟你说 只要能开处方权 最少就10万以上 正经的一个医生 都是30万以上 自己能开个诊所的 那一年都 六七十万美元的证着 你知道吗 那什么主刀的 都要上百万 对 你要能当医生 那当然行了 我跟他说 我说他老婆 来了从都医学院 然后当医生 他不用当电工 当什么电工 在家数钱就行了 在家数钱 你就可以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就 算了 算了 真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 当然了 当然了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像什么 就是说什么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人大 人大委员 就这些 那么资产 都几个亿的那些 那可以 这些你想一 想移就移 但是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弄清楚了 就是说你的钱 从中国出来 来了美国之后 我见了很多 从中国挣了钱 来美国投资的 挣钱的不多 真的挣钱不对 水土不服 你看在中国做生意 我那挣钱 知道吗 生龙火虎 来了美国 跟人重一样 知道吗 这个不是蒙蓉不过江 你知道吗 但是你说 强龙南亚地头说 很多来了之后 做生意 美国的生意 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好做 所以呢 好吧 我建议你们 不爱听这期的 赶快听个大威们 大威们都劝你们移民 大威一人 挣你们五万人 避险 你们去听那个 听那个 他舒服 他高兴 对不对 坚定你移民的 这个决心 你听完我的之后 你可能就犹豫了 但是过几年之后 等你从海外 挣了一千万 凯旋回国的时候 当你发现你的邻居们 房子都值三千万了 然后那些当年下海的 都十套八套房子的时候 你就明白 到底应该 对 谁是真心为你好 知道吗 你看 所以自后我就觉得 我那块跟傻逼一样 知道吗 我不挣那 我不挣那一个 五万五万的人民币挣着 然后呢 我他妈的 在这不挣钱 还要挨骂 还要被骂成大外宣 然后人家吧 又受赞扬 受感激 就说 太感谢您的 给我介绍这么好的 这个移民 又帮我移民 然后我救了 我全家的性命 然后呢 人家还给你五万人民币 然后 你说我是不是跟个傻逼一样 我又是觉得 我倒真的是跟个傻逼一样 算了吧 进行讲到这吧 谢谢大家